未來一個月是非常關鍵的 香港的民眾已經策劃了很多的抗議活動 大家都理解10月1號對於中共 尤其對於習近平的重要性 這是習近平當任以後的第一個 在有10年紀念的那種國慶 他這輩子是不是在他當任中 在任國家主席期間 還會不會有另外一個大慶 他都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 所以對他來講是非常重要的日子 當然這個日子他希望能夠 對他來講輝煌、祥和 但是香港肯定是心頭大患 那香港人民也理解這一點 所以他不會放過11的這個日子 所以我自己感覺11是一個大限